過過的題目是神奇的答案 首先研究中心 這個題目是從我三年級開始做的 大約四百年前 有一個40磅的砝碼丟到立象 推成4塊 後來徹得這4塊砝碼都是正整數棒 問這4塊砝碼重量 而且可以用這4塊砝碼和BK名稱 依照40磅之間任意的數棒物品的重量 問這4塊砝碼重量多少 接下來我們延伸到 K棒砝碼分成I塊 是否有- 即是再連升到1-N 不得B天平 研究目的明智解釋幾意義 1-1可測 一個K棒的砝碼 吹成I塊的砝碼 那能利用者B天平 秤出1-K棒之間的物品 成為1-1可測 那1-N可測也就是 只用不得B天平來秤出來 不可測 你在1-N可測中 K棒到N-K棒之間 無法測出的動量成為不可測 不可測 可測解 在可測的情況下 一個K棒的砝碼 最成I塊砝碼 成為可測解 請問題 在等B天平中 K棒的砝碼分成2-3-4塊 是否有解 40棒的砝碼分成4塊 是否有解 在等B天平中 用I維生成數 K棒砝碼分成I塊 是否有解 在1-2不等B天平中 做分塊的砝碼分成4塊是否有解 小數不等B天平最多可以測到1-N可測 求出不等B天平中不可測的一般是 研究過程及方法 研究設備及器材 以下是我的研究設備及器材 這是我的研究流程度 它包括了我從等B天平到等B天平的討論 等B天平的討論 K棒砝碼分成1塊 很明顯而已 K棒砝碼分成2塊 討論獲得1-1-2-1-3-5 K棒砝碼分成3塊 下面是它的結 K棒砝碼分成4塊 有16組結 其中1-3-2-9-27 可測的結 希望3組後來找出其中組結 砝碼分成3個 砝碼分成3個狀態 一個是放在左邊 一個是放在右邊 或都不放 然後 這是我的變形3組 然後 有1顆棒砝碼分成3個狀態 就跟他講的一樣 所以 先2分 所以3 I塊砝碼就有3的I次方的狀態 再來 減1就是 因為 都 扣到都不放 所以是減1 放左邊跟右邊一樣 所以是2分之3的I次方減1 研究結果 1-2不等B天平 這個研究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不等B天平 另外原體的B天平 在我們找到的資料中 還沒有人做到 不等B天平 在講不等B天平之前 我就要先解釋 剛才原體 以OS OA和OB為BB 假設OA比OB是N比N 那上面 要讓它平衡 就要放N比N 使用就是把設計數學程式的 設計數學程式的 設計數學程式的程式 直接輸入码碼 和再測物的重量 藍色的天平 在下面 藍色的部分 紅色的天平 在下面 藍色的部分 這是1-2的部分解 完整的解 在新版書文書裡 再來 這是1-3 1-4 1-5 1-6 1-7 討論 討論與結論 討論 五棒法馬分成1-1-1-2 我們發現 我們在這三組解釋在 從1-2到1-7裡出現最多的 五棒分成1-1-1-2 我們找到了一個規律 1-1-2 1-2-3 1-2-3-1-2-3-4 在六棒法馬 在六棒分成1-1-2-2-2的時候 我們也找到了一樣的規律 1-1-2-1-2-3-1-2-3-4-1-2-3-4-5 在七棒的法馬分成1-1-2-3的情況中 我們也找到了一樣的規律 1-1-2-1-2-3-1-2-3-4-1-2-3-4-5-1-2-3-4-5-1-2-3-4-5-6 1-2-3-4-5-6-5-4-3-2-1-6-5-4-3-2-1-6-5-4-3-2-1-7-6-5-4-3-2-1 結論 在整個B天平中 作者找到並證明了K棒的法馬分成I塊10 K的上限值為2分之3的I4-1-1 是最後唯一的解 1-7不等B天平是1-N不等B天平的上限值 目前K為證 K棒法馬在1-N不等B天平中 可證 得追逐法馬 最多能測到 可以測到K-N棒中 而且K-N-1不等B天平中 111 必測不到 最大可測到在100 1-7不等B天平中 可測到56棒 在表8裡面 在表9裡面的 表8 表8 表8裡的情形 我們找不可蹭 我們找到不可蹭的一般式 下面是我們的一般式 作者希望下一步 希望用1-N不等B天平的性質 推廣到N-N不等B天平的情形 定為持 並持續對目前的資料的運行分析 分析比例對 以下是我的參考資料 謝謝各位名稱 教授